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The Binding of Files and Observe 好不甘心啊 上一次 真的是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到聖誕節了沒有 我想說 可能這一期已經過了嘛 那最後一次好了 不是最後一次Loss 這個Loss我還是想 再稍微玩一下 但是這個聖誕帽呢就最後一期了 ZZ927GD3 這個時間讓我想到幾何鋪街去了 希望 這個很難有 很難有兩次好發揮 這個真的是 讓人很郁門不過這邊直接就契約了 好東西0.7 連射0.5傷害 頓時就覺得這一次有著落了 地面貼圖可以降低敵人的移動速度 然後偶爾會發射出 其實我在想是不是應該先 把那個東西往邊上推一點點 還是說根本就不行 把Kanel 先留著 這個每一次的第一次呢 他的開始都很好 但是後面就 這第二次開始呢就很多時候就不行了呀 這把Kanel呢我想留在那個 Boss戰的時候用 這樣會好一些 看看什麼 掉人 太好了 一張神一般的塔羅牌 一張神一般的塔羅牌 不解釋 可以讓我們 可以讓我們獲得更多的道具 可能之後會做一下隨機 隨機玩了之後呢 可能再做一點好了 這邊看起來很像是高等病房 但是我不太想花一個炸彈去找 Kanel 說起來他這個 他更新了這麼多次 這個藥丸 不問什麼 之前不是讀書聲音 來不現在 好像還沒修正過來 哎呦 契約就是不一樣 這個打起來都爽不少 走 其實9分前可以進去商店看一看 前兩層基本上已經非常的穩妥了 普通箱子沒興趣 暫時沒興趣 不知道後面會怎麼樣主要是 這波爾芳已經放在這了 打呗 小房間摸手 我現在想想這種 這種 這種不正常的 波爾芳的位置 應該跟小房間有 有點關係 喔 慘重招 喔 他子彈高度比較高 喔 這種小房間真的是有時候 傷害不夠高 或怎麼樣呢 顯得非常不公平 根本就沒辦法 很好地去 躲閃了 喔 加連射 喔 這個東西沒有用 但是 不至於說roll了 不至於把東西roll了 所以說我這邊還是先拿這個 可以用刀片故意觸發自己那個 無敵時間然後去賣血嗎 好像不行的吧 據我知道 因為我這邊已經是三連射了 所以說這個自由帽沒啥必要 可能可以拿著每一層然後去刷一下那個 刷一下那個 呃 指南真啥的 但是做法有點煩人就對了 沒事過去之後還要拿回來什麼的 Pretty Fry 是黃色的藥紋 這個是紅點 打紅點不是什麼好東西 覺得買了吧 反正也不會用那個 畢竟還是偶爾可以實化一下敵人 還是很有意義的這個東西 雖然說現在 死眼 死眼的話因為那個 因為這個連射太快了 所以說可能比較難發揮效果 但是實際上看到了還是有效果 那就不錯 好 七分錢 漂亮 但是我的炸彈呢 有點那個 我先看看吧 那那 那普通箱子也打了吧 現在的話其實普通箱子應該是 沒什麼太大的難度 這個Bot方的那個圖標變成這個樣子 下了沒看習慣 兩個戰爛很好 現在打呢這個 現在打這個相對固定的Boss的話呢 效果會很好 死眼呢是每次命中敵人之後就會增加傷害直到兩倍 只要射沒中的話 射沒中 只要射沒中的話就會重置 這邊看看這睡房怎麼回事吧 這邊看看這睡房怎麼回事吧 因為現在連射很快 所以說很難 保證都命中之類的 小男人唯一的朋友 至少是個道具哈 所以也不會怨什麼 到時候 拿多幾件蒼蠅 蒼蠅道具 現在寫的只有一件 那個燈我想拿 所以說我就正在回來拿的路上 說真的 別的事 整個光線都會變亮嗎 感覺之前沒有那麼亮的 說真的那個 自由帽呢 是應該要拿的 至少刷完 只能再丟 但是我有點懶了 算了 雖然說現在暫時不需要用到 雖然說現在暫時不需要用到 指南針 因為難度還不是很高 但是後面的話 有指南針還是很好的 這是一個小房間 我剛想說的是個小BOSS 太陽 如果能拿到白板牌的話 就過癮了 其實認真想想 還真的不太應該買這個回旋鏢 因為 因為回旋鏢用了之後呢 其實是有 會浪費了一定的時間 可能那段時間用普通子彈輸出的 效率更高一些 加移動速度很好 現在我 我還有點嫌移動速度慢 但是鋼鏢 現在就合適了 然後加射程 永遠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過已經夠就對了 意思就是說再加可能 不一定很有效果 還是不要用 不小心走進去的話有點尷尬 還好剛剛加過速 遇上哥底之類的BOSS的話 那就爽歪歪了 喔 λ 這想有必要這樣做嗎 感覺不是很有必要 沒炸彈 先打Boss吧 Flail 謝謝,謝謝合作 因為Flail一定程度上還是一個比較固定的Boss 不 唉,這個Krampus跟我...這個是多過不去啊,真的是 GWY0,RD4G 這個Krampus真的是我玩Loss最大的問題 沒想到他剛才突然這樣來一下真的是受不了 好裝備都浪費掉了 這個就沒有用了 是會死吧,直接死 好吧 YRGAJPZ Systemic 不感覺我這樣弄的話很快就失去耐性了 行吧行吧,這次再不通的話那就算了 還是沒有 Degas 等有詛咒輕再說吧 現在拿著 等著後面輕詛咒 尤其下一層的 失落詛咒 不是失落詛咒 那個盲目詛咒什麼的 唉,Krampus啊 這個神裝啊 其實那次是死眼家 契約已經三連射了 居然搞出來這麼一件事情 我每次看到Krampus就異常緊張 知道Krampus這個 把我弄死了 這次難道是寶寶流 唉,惡魔房有風險啊 進入需謹慎 好,Boss啊 為什麼那個東西往那邊走 Hunt 我這是要 一上來就會嗎 因為這個瓦罐的原因 所以說這個System Mag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支援作用 我都不知道是誰想出來讓Krampus那個 那個 那個瓦瓣火旋轉呢 讓Krampus 一次讓Krampus成了一個超級噁心的Boss 二是 讓Krampus的頭一定程度上不是那麼好用啊 合成油 不錯 加一傷害5-2-5射程 實在沒有契約好 但是這不是抱怨的時候 其實剛才剃刀那一把純粹手劍 說不定後面有很好的裝備等著我們 就是想驗證一下是不是直接死 有詛咒嗎這次 小迷宮詛咒 小迷宮詛咒 感覺不太必要輕 除非有更好的牌 小迷宮詛咒 其實剛才那次很應該捐錢 真的是 非常非常應該捐錢 就說仁真想想那個迴旋標並沒有什麼用 關鍵說想實化一下Krampus 居然也沒成功 Bomb friend 現在會飛的話呢 跟他搶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會飛的時候呢 確實這個東西 有時候跟你搶 搶錢呢你也沒什麼辦法 謝謝 不要搶 右邊可能是秘密房 但是 不好試啊 這炸彈就這麼少 無論如何都要留著炸彈去對付Krampus 謝謝 加一傷害 增加精英怪出現概率 當然 這負面效果 對於正面效果來說基本上可以忽略 鑰匙 先拿Boss YT Over 這個Boss 我想說這個Boss其實還是有一點點讓人煩惱的 這個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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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Boss其實還是有一點點讓人煩惱的 就是他這個環節 就是他這個環節 這樣連射很好 嗚 羊頭漂亮 炸一下吧這個 又是爛星 走 進水的洞穴 有必要開嗎 感覺不是很有必要 先 先拉倒唄 左手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對左手這個視頻呢 是 特別的沒 不感到有任何的興趣 很 很少時候真的要用到他 大部分情況下都覺得他 復元效果太重了 一般情況下真的要用他的時候 已經是兩件貓了 然後 或者是沒有貓情況很危機的時候 可能會這樣用 但是別的時候真的 看不出太有效果 這樣紅箱子出貓的概率也並不是那麼高 用炸彈還是用鑰匙呢 用鑰匙吧 欸 居然是這個 那想這樣做是不是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 天啟時期是 唉不想太多了 我現在只能 認為崩帶球其實也是 可以擋子彈的 因為我看過他擋子彈好多次了 都不知道是不是錯覺 這種房間不用白不用 用了並不是白用 那所以趕緊用 因為兩格充能 所以說馬上會補回來 好的 居然是這個 蛤 蘑菇滅絕計劃來了 這東西炸蘑菇的效率很高啊 先把中間這兩個給打了 他會對全屏造成10點傷害好像是 有點像大便炸彈的那個效果吧 應該是 好的 影視 呃 明顯拿個傳送牌更好一些 這裡有詛咒嗎 沒有詛咒 那D格是用的 白用的 無所謂 傳送牌最好的地方就是看情況不對呢 可以趕緊撤退 對 預想之內就是這個BOSS的了 我不知道這個高塔召喚出來的炸彈會受我們那個 炸彈人炸彈的影響嗎 我想說 可能會啊 那豈不是很可怕 又是你 誒 別搞 我真的很怕 生袋子可以帶兩個 誒我拿瘋狂手腦算了 我在想這個cramp我到底打不打好 我不想炸圈款機 現在炸圈款機效率 這力度很厲害 可以帶兩個藥紋 符文 像這種 可能一個炸彈就可以搞定了 是的 這普通搶礙房是吧 打一打好了 而且打crampus 總是覺得 他出來的crampus 這頭我搞得很尷尬 我都不知道要還是不要 可能對於現在這種情況的話會要吧 我猜 這什麼視頻 哦 左手 這個弄一下吧 酷 三顆藍心 人是夠多的 人是夠多的 好的 呃 難辦啊 很難辦啊 再進去 再進去萬一打不過的話 就真的要跪在裡面 欸 我不是買了生袋子嗎 哦 是買了瘋狂手腦 為什麼我會覺得自己買了生袋子 走走走走 進去打一打 啊 真是cramp的頭 你說要不要好 你真是 要不要 要不要 因為這個是大量輸出 有點不一樣 來 走 小迷宮詛咒 這是BOSS挑戰房 這個BOSS挑戰房說過 第三第四層的BOSS挑戰房 我是一概不碰的 實在太危險了 可以搞出來一個精英MegaBerry 還有MegaMod的話 還打個鬼啊 說真的 那cramp的頭呢 用的時候呢 我是非常不希望他轉的 他轉了之後 反而是 集中輸出能力會降低 這也是為什麼我剛才說 增加了旋轉之後 cramp的頭 反而成了一個 不是那麼好用的道具 就是這個意思 YES 是不是加過連射啊 加過一架 肚子餓了 搞完這一局 趕緊出去吃個飯 誒忘了他 YES D8 先把Dex用了 我覺得D8可以 值得弄一弄 至少搞到這個連射 稍微好看一些 傷害可以稍微低一些 用 看看這情況怎麼樣 三連三傷 連射高了 但是傷害低了 我想要這個連射到達5格至少 我就會 放走這個D8了 現在移動速度比較高 還是不錯 不過這種東西 完全說不準了 之後肯定會變 哦 一條命 Gurdy 還是不要用肉塊來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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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做法很危險 我就說 又加移動速度 釘子可以用來碾一次石頭 但是 但是沒看到目標 先放著 如果沒肉到我自己想要的結果 難道這個D8我要帶著嗎 不知道啊 看看 五連五傷 但是這移動速度超級慢 無所謂這個 呃 神器啊 我的 謝謝你D8 就是移動速度的問題 我覺得移動速度 其實也並不是那麼慢 加上 像當你有 當你有不錯的那個 又是這東西哈 我還能相信你嗎 哼 爆破的腦袋就謝謝了 唉我還能相信他嗎 關鍵是這一點 其實那個東西 用起來的時候 還是對自己的 失誤要有一定程度上的誤判才可以 不然的話 就這樣呢 可能很多時候來不及反應 我不應該炸這邊 他就沒炸到 所以也無所謂 哇好多藥丸 我們只需要一個Speed Up的藥丸 就可以解決我們全部的問題 Who else Who else 那說明有一個是Betrip 我知道又如何是不是 不是 行了我決定拿那個 我決定拿那個手術刀了 但是這個炸捐款機 有一點點憂傷 炸得太厲害了 先炸他 沒出 你必須炸捐款機 沒出 捐回來一點點 爆破的 其實現在這種情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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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甚至懷疑爆破的腦袋跟那個 炸彈人炸彈是複合的 那不是嚇死人去了 釘子結果沒找到什麼好目標算 接約時間 大迷宮詛咒 沒有預想之內 我居然被卡在那個裡面沒出來啊好吧 我也是醉了 我也是醉了 唉 省一個炸彈結果 廢了一條命啊 行了這都是 這都是沒想過的問題 這個 各種教訓吧 算是 本來就不要這麼心急 一個分兩趟去做 台湖上 Range down 這個無所謂 我好像現在已經 再也不到二連勝上面去了 我也不太明白為什麼那天手感這麼好 運氣也很好就對了 Loss想要有連勝上去的話 還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那一條命這樣被我浪費掉 真的是 不是很值 機械寶寶 又是左手 又是左手 我想說你想怎麼樣嗎 上面看起來是秘密房 炸一下吧 貪婪 還是可以 你會給我點錢 白貓頭 等一下我應該先把他拿起來 拿起來 先不用 我去 這頭彈得也太遠了 一點點是不是 然後現在拿到一個損壞的遙控器 是不是就很好玩了 我想說 還有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呃 先回來 這樣會怎麼樣 原來是不行的哈 盾鋤頭 可能有他有用的地方但是我先等一等 更想 更想 對阿沒有商店 商店是那個貪婪 是吧 喔不是 秘密房是貪婪 這房間是怎麼回事 商店來了 道具房都去完了是吧 又是Vegas 咳 占車 戰車 戰車 和Yera 看這裡會出 哎呀 930 等於拿Yera更好一些吧 現在看 盾鋤頭不看了 直接炸一波看看出什麼 這個也真是夠爛 估計來不及 我想說扔鮑勃的腦袋 鮑勃腐爛頭然後馬上把 馬上把那個撿起來 是不是可以這樣 雖然說好像有點難達成 我得看我們的射程到什麼程度 好遠啊這個好像不太可能扔得中 原來這個東西開了之後不拿那個也是可以的 試著看起來沒什麼機會扔得中 都是射程帶高的錯 我知道最後解釋應該先去捐錢再去那個 那個搞別的東西 不是先去捐錢先去重樓再去搞別的東西 但我是很希望自己能捐到錢 Explosive Diary啊 趕緊撤 差點死了我告訴你 那你這混蛋 還不給我炸彈 好 青鑰匙 是不是來得有點晚 那說這個是不是根本就不用打了 呃 聽啊 聽啊 你居然把我那個給搶了 啊 炸彈也是好的 至少我可以回去炸 這個炸一下吧 先出來一個炸彈也好 看來不能離那個洞太遠 不然的話走 跑不都來不及跑啊 我現在這個Boss方向為什麼這麼隱蔽可以 不知道Gish算不算進去那個 呃 寶寶轉化的那個裡面 不過其實還是差得比較遠 針的話只有一針 可以先把Boss打 可以先把Boss打 折 先不拿 又是刀片 你好 再見 我就知道肯定會這樣出來 呃 這邊先回去把那個東西roll一下 看看能不能rollfresh 拿了之後好像沒辦法把另外那邊那個 沒辦法把另外那個道具搬進去再roll 應該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這樣 可能先用炸彈比較好一些 錢的話現在還是可以捐 不要搶 謝謝 我又沒有HumblingBundle或者是那個假硬幣之類的 不然的話可以炸的 炸的捲 王真不要 王真我有點 這個猥瑣留可以 但是我不想這樣做 五個炸彈 哼 這種東西你也知道我沒有抵抗力是不是 做大死的東西我都是會要的 對呀 才留意到我沒有視頻 哎呀把這所有炸彈都浪費掉了 哦不對這個是 打大便的時候會有爆炸效果 其實一定程度上可能坑自己 啊 啊 好了希望不要又是在這個子宮一出問題啊 Curse of the Lost 我說什麼來著 真的是移動速度的問題啊 好吧 那 這個Loss應該是跟我無緣了 那 今天視頻就到這裡結束了 收看我們下次再見